中国台湾网2月5号讯 对于归亚纳政府重申坚持一个中国原则 并宣布终止设立所谓台湾办公室 民进党当局不知悔过却对大陆污蔑攻击 对于相关问题 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回应指出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一个中国原则是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 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 他表示 有关国家坚持正义 坚持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反映了国际社会普遍共识 民进党当局执念于台独错误立场 惯于颠倒黑白误导舆论性质恶劣 我们正告民进党当局 立即停止任何谋独行径 否则只会遭受一次次失败的下场